前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昨天講到乾隆一番說話指責阿貴擅權處理 嚇到阿貴冷汗淋淋 乾隆又招阿貴和身和臨以及拜學士福爾 叫他們拿出處理意見 結果處理意見是怎樣呢 湖北岸察史李天培被革職衝軍衣離 復漢安因為安南戰功 便重寬革職留任 不敢罰總督諷十年,公諷三年 至於辦理此案的大臣 自大學士阿貴、湖廣總督不願 處運總管玉琦、湖北秦府衛寧等等 全部遭到新戚,交部查議 乾隆就照約 朕臨於五十餘年,信賞必伐,光己嚴明 於滿漢大臣,人無偏向 朕之大功致正,亦可對於下臣問已無愧 而和林,就被乾隆當正是財無私的楷毛 下佈已贅 無多久,就作為利科級時鐘 沒多久,又作為內閣學士 同时兼公布左侍郎 那个福康安静春风得意 谁知被和身当头一棒 从此仗上就非常不和 阿贵和福康安配受打击 这种打击是沉重 特别是阿贵 乾隆指责他越权办事 就是有奪皇上权利的嫌疑 以后他对和身更加无可奈何 对乾隆更加不敢有半点的指责 实际上在军机处阿贵已被架空 而福康安在这件事上 也领教了和身的手段 和和身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 以后做事就小心一点 一直到福康安死 都是和和身兄弟进行暗中较量 但绝对不再敢明处争斗 那换句话来说 和身就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胜利之后 他马上揭开人生更为飞煌的一页 如何威王法呢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号 和身四十岁 他十五岁的儿子奉身恩德 和和孝顾伦公主举行婚礼 十公主就是乾隆最痛疼的公主 疼她就是姓皇子 前面说过 这里再补充多少 那满清入关以前 奴以哈赤的女儿就叫做格格的 清崇德元年太宗皇帝正式改号就为大清 规定凡是宫中皇后所生之女 封为和孝公主 品级就相当于亲王 妃笨所生之女 就是和孝公主 品级也相当于亲王 公主下嫁 夫妻就称额父 娶故伦公主者 就称为故伦额父 娶和孝公主者就叫做和孝额父 孤伦即是满语国家的意思 十公主和孝公主 就为敦妃所生 但是在十公主十三岁的时候 破格进封为和孝顾伦公主 并且在三月二十号 就蓄起头发 准备下嫁 开始触发这一日 乾隆就赐给他一批 凌罗绸缎珠宝玉器 三月二十六号 游士再追赏 就赐给他 金箱松石鱼衣一饼 加南香念珠一盘 汉玉仙气四件 同时都赏给丰身一德 就是和孝的仔 金箱松石鱼衣一饼 好了 五十四年云月二号 和孝顾伦公主将要举行婚礼 和身跟从汉族民风 将阴天监择定的十一月二十七号的日期 写在龙奉帖上就送去皇宫 随贴送去凤喜饼、茶叶、白糖、红棕、栗子、花生、桂圆等等起果 还有食盒盛装的山药、莲藕、猪羊腿等等物体 随后又送去珠宝、珍珠 这些贵重的礼物 那现在皇帝嫁女儿肯定是很厉害 她下召说 凡下嫁爱凡顾伦公主 列之凤银一千两 金和孝顾伦公主 是浸幼女 且在浸前承欢保养 孝顶有家 将来下嫁后 所有英之俸禄 与嫁于爱凡顾伦公主相同 乾隆对十公主的偏爱由此可见一斑 十一月二十七号 碧南的天空云丝不挂 明艳的太阳普照大地 宝和殿放出丰盛的宴席 款待顾伦厄父和皇宫大臣 这阵乾隆龙抱礼服 满面慈祥的笑容 站在大殿之中 因为她最痛惜的女儿 自己的掌上明珠 就要离开自己 七十九岁的乾隆 这阵白感交集 从此 意味着张室里很多欢乐 很多温庆 这阵十公主走到父皇面前 举行行拜礼 她就要离开这个生活十几年的公园 她就要离开这个慈爱的父亲 乾隆这阵有少少伤感就说了 到夫家以后 物似尊贵 孝顺孤寇 与夫举案齐美 父皇 不在你身边 你应该嬌重有念 知道吗 而这阵乾隆和十公主 都分别是泪水盈盈 好 吉时到了 咚一声 和后公主身穿金黄色 秀奉朝挂 头带昔有十粒大珍珠的刁皮潮官 登上早已准备的彩车 彩车前有内务府总管大臣以下官员引渡 陪送的福晋夫人以及随从那些妇人们乘车而行 后面有护军教书护军二十名护送 运送家中的队随后跟着行 金银珠宝皮货绸缎家具摆设 茶屋谈观 木梭镜子 你见过的有 没见过就更多 哇 那个皇帝嫁女 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水事不通 那些平民百姓看着那些嫁妆 直接过个木灯口外 车载 马驼 人台 嫁妆真的源源不断 那他说嫁妆有多少呢 如果我达哥现在要数下去的话 恐怕就要数足一节节目的时间 就是要数足半个钟头 所以就省下了 你知道他把他批评就行了 那另外乾隆皇帝还想给他的女婿 就是额妇呢 奉身恩德 头等女子四名 二等女子四名 三等女子又是四名 而且每名女子也都各有奖赏 想有皮 面 甲衣 丝绸衣服 银行圈 同意罪等物体 并想给户口男人十一个女人十一个 户中管理两个 亦各想有衣物等等就不再说了 那乾隆皇帝另外 又想给和后公主和封身恩德厄父做衣服的 做皮肉的 万丈等物体用的丑啊 布啊 纱啊 一共是八百五十九匹 今天这阵大街上的百姓围到真是水舌不通 沿街清水潑街 送亲队浩浩荡荡来到和身府邸 这阵 鞭炮齐名 彩灯高挂 和身夫妇早就在府前等待了 一见到他来到 行前向公主就屈室为安 然后将公主迎入内室 合紧吉时一到 有两对夫妻捧了一盘肉肯过来 那这两对夫妻就不是系男女都做得的 是由内务府特选的 连命相合的揭发夫妇 这阵这两对夫妇走到公主面前 伤伤跪低 随即将他们捧的肉就用刀来撤水 再跪进三杯酒 和肉一起就洒在地上 祭天祭地 然后和后公主和顾伦厄妇对饮 接着大家就退落 两个人呢 接着就享受东方花足之乐 十二月初三日 合紧礼后的第六日 公主鞋厄妇进宫回门 乾隆又有奖赏 除了赏赐给他们白银三十万两之外 乾隆总觉得 赏给女儿就太少 始终觉得 没有表达尽对公主的痛恃 于是 又赏赐了很多东西 那如果要讲亦 都可以讲十几二十分钟 只是礼物都不讲 除了赏赐之外 乾隆又举行了 盛大的公主回宫礼 文武百官从四面八方 仰向皇宫 个个手捧珍珠如意 而亚贵也都走到 公主鞋厄妇身边 进行献礼 虽然亚贵就得高望重 年过古希白发飘飘 就怒太隆忠 但是 亦都要向前行跪拜礼 而所拜之鞋厄妇 是和身的仔 哈 这个场面就极具象征意义 象征着和身从此无人能及 成为高不可怕的第一宠臣 第一权臣 但是 英明的乾隆 将个女儿嫁给和身的仔 又想伺给她千千万万事 各位听众 你猜 她的女儿日后 是不是真的这么幸福呢 嘿嘿 天知 你知呢 好了 我们再讲一下 大明湖呢 比往日更加热闹 湖内比先前更多了 很多很多的游船画坊 夜晚呢 湖岸及湖深岛 雄光处处 就歌声缭妖 乾隆和康熙比较 在四个方面呢 大大超过了其姓祖 哪四方面 一 国家版图 第二 谈户 第三 妓院 第四 民不聊生 除了一样是好的 那三样没有一样好 顺康两朝 岩宿 官临 妓院 严禁官 理人事 俠枪 监生 生缘 属枪 隔斥为民 于是 枪业 萧条 岩宿 建隆 末年 浮华 腐化 响 落成风 枪 妓业 蓬勃 发展起来 山东 也都不例外 国泰当政山东 那时 山东官府 如同 就设在妓院 你当时 文耀 这样唱 山东官义 不要夸 一个官义 一个瓜 但是 国泰 刚刚扯 伊刚 阿又来了 就好像去了一只狼 又来了一只虎 搞到 如今大名湖 比国泰当时更加繁华 濟南省直观力 人人狭忌 个个促忧 再不需要遮遮掩盖 士大夫以此为荣 以此夸耀 且不时搞些选美平比 作那些花品图 鲜花榜 去 一时间 山东官力 不仅成了治国能手 而且博得 护花名士的美名 这一日 秦府伊刚阿就在风景 如画的大名湖的寄船上 招待着京城里的两位客人 还有一个陪客 就是韩大发 那这阵四个人面前 一人放一个茶几 上面是摆着美酒佳咬 左右角有美女跪陪 后面 也都有美女靶线 四个人中央 有两幽正在唱着坤曲 这阵 京城里的客人 其中一个就呼比龙儿 此次派外二人到山东 主要是京中听到传言 说三十九年山东清水教造反的匪首黄伦 当时并没有焚杀 为查明情况 望和大人命我两个到山东 明察暗房 探得虚实 还望秦府大人顶力相助 伊刚阿就说 我立即行民角度阮富州 协助两位都为 二人在我山东境内 如同在自家家一样 不需要驱促 不要客气 那么另一个客人 他就龙比多说 我二人似回到山东 责任重大 虽然是和尚吩咐 实际上是皇上指派 故此山东各地官员 亦应查验 而且我等道德山东 已探听多日 刁民草扣 成不了气候 只怕豪强富户 献帝村庄 愚策勾结 反而激手 伊刚阿就说 彭是什么大户小户 在山东还带过我 在这个山东 你只要察觉到风吹草动 你尽管抓他来 直接带到京城就更好 谁敢说个不义 我打断他的脚 撬掉他的彭 呼比龙阿说 有秦府大人这句说话 我们就好办事 我们回去必向上爷为大人你请功 嘿嘿嘿 好啊 我的一切都是和尚所赐 而且我是叫了以罪银的 你们在山东只管做事 不要说上差 就算你们不是上差 是我的老友 有什么事 你只管推卸到我身上 你山东的事 到了这里 就算是到了顶了 这阵龙比多就说了 好 我想问一下 不知道山东 有没有什么 刁蚓的富货之人呢 为什么龙比多要这么说呢 原来 和身就派繁役到山东 直帝 山西 安徽 河南等地 插探教匪 这件事是借口 其实他真正的目的 一 是视察官吏的动静 二 是等手下的人 到下面享受一下 风流一下 因为他们为自己卖命 自己总要为他们着想 给他们多少甜头 那么伊江河和韩大发 是怎样有不明和身之意的 这阵韩大发就说了 薄山远北部有两座山 东西分纳 名叫大小尖山 小尖山南边有一座庄园 很有气派 他名叫庭园 实位庄园来的 他面临大街 北边是靠一些山野 方圆有两百畝地 庄主萧欣 本来就已收租养家 近几年经营店铺 又粗起官严买卖 都算是薄山远首府 而他的后花圆 扣禁尖山羊坡 坡坏原来本有一泉水 过去的泉水 甘甜瘟烈 四方求饮沐浴 为饮水之肉 可以去病消灾 敬畏神水 后来那萧恩贵路官府 将那泉水包入院场之内 并建有浴室独家享用 但是近日薄山远文封传华 萧恩之旨 就不是晋山 而萧恩 也都很久不曾露面 其中 我想必有桥区 各位 今天这句里面 就开始有一段故事讲下了 肉之后事如何 你又吃饭我未吃 今晚你先说这么多 肉之后事如何 明天再说 好 好 太好了 那儿 你先说 我先说 我先说 感谢观看